谭松韵肚子不舒服 黄磊让他找地方撅着去 任嘉伦的反应太真实 最近一期向往的生活迎来了六元一金虾组合的到来 相信这让很多剧粉都开心不易 在节目中两人也表现出了非常真实的一面 从这次的节目中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生活中的陆大人 在剧中高冷的人设可以说是彻底崩塌 干活的时候直接公主抱干着 下地干活时碎碎念各种励志鸡汤的画面 真的是非常真实了 同时陆大人还展示出了自己害羞的一面 当时的画面是谭松韵因为肚子不舒服 所以在蘑菇屋的外面跑来跑去 听谭松韵说肚子不舒服 黄磊还真给了一个耿直的建议 那就是找个地方撅着去 听到黄磊这么说 谭松韵倒是听进去了 但是在旁边的陆大人任嘉伦就有些害羞了 直接有些不好意思的咳嗽了一下 这个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真实的 看到任嘉伦有些不好意思 当时黄磊就语重心长地说没什么不好意思 显然他这是把两人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看 而谭松韵在听了黄磊的建议后 还真的回到房间做了几分钟的拉伸运动 果然黄磊这个方法还是有用的 谭松韵出来后也特别感谢黄磊说他的建议很有用 而更有意思的是 当时黄磊还开玩笑说说 蹦蹦蹦就出来了 谭松韵也回应说没那么大动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